说到关于境外文明 外星人文明的最大谜团 第一个很多人想到了三星堆 三星堆最近出现了这样的怪事 记者去采访居然落坑 还可能压坏国宝 到底整个鬼異的事情怎么发生的 三星堆出大事了 第一件大事 三星堆又挖出了 前所未有的稀奇古物 挖出什么呢 结果央视就特别派了一组记者 一个女记者去现场做直播 是 就在直播的时候注意看 这是女记者做直播 突然间 攝影记者跌落到坑里面去了 攝影记者跌落 所以镜头突然往上照了以后 四秒钟立即从直播现场 回到主播室里面来 是 那央视到今天没有说明 是不是摄影记者跌到坑里面去了 然后跌进去之后 一组照片 突然之间 这个火红发出来 什么样的照片内容呢 三星堆古物被压坏 旁边有一滩血 真的啊 人受伤了 还压坏国宝了 但是不晓得 因为没有人证实 央视也没出来说明 好 就在这件记者摔落三星堆 剑血事件发生之后 冰狗又发生一件事情 居然在三星堆最有名的神术上面 发现了一只壁虎 神 壁虎怎么跑到这来了呢 对 而且这神式是由这个柜子的 好 看到没有 居然会有一只壁虎 跑到千年古墓 他在爬耶 对啊 你能不能想象我们的春雨白 才跑了一只活壁虎在上面 今天晚上接下来 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 中国四川的三星堆 这里挖出如此高水平的工艺跟科技 背后是不是曾经存在那么样的古文明 怎么一系消失了 今天晚上 我们随着最新开挖出来的七号坑 八号坑 居然挖出更多的疑问 马老师好好带我们来看进去 三星堆又开始做了新的挖掘公布会 是 一公布出来 就再度震惊全世界 是 而且他居然宣布 可能今年十月户外挖掘要结束了 他是不敢再挖了 还是找到答案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各位观众 我个人认为 三星堆是中国大陆最神秘 最不可思议 最不可解 而且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地方 你好吊悬 是不敢开挖下去 还是找到答案了 各位一定要看 这是我在三星堆 是 我在三星堆 我太迷三星堆了 我亲自去 在那边待了六天 好 各位看这最新的成果 这个就很神秘 这是什么东西 这全世界没有见过东西 没有挖到东西 它外面是个青铜器 是个硅背的青铜器 一个硅壳在这 一个硅壳在那边 它等于是个东西 而且上面 注意有失支品 有黄金的痕迹 黄金失支品 最悬费 它里面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什么东西 它里面是个玉 里面是个玉 玉 它的硅壳 所以现在给它取个外号 叫做月光宝盒 为什么叫月光宝盒 就是它就要用这样一个龟壳背 藏了一个玉 而且玉上面 还有雕刻东西 现在大家很希望 可以去解码 这个刻痕传递什么讯息 希望是文字 因为三星堆到现在还没找到文字过 月光宝盒 这个也很神秘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顶尊 柴蕾 这是个蛇参 这是个鸟族 没见过 长得好特别 还没完 1986年 在二号坑 挖出这个东西来 挖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放着 1986年 这一次 在八号坑 挖出这个东西来 二号坑跟八号坑 是埋在那边 埋了几千年 好 第一个 它为什么要让它弄一半 一个在二号坑 一个在八号坑 是不想被发现吗 分开放 为什么要分开放 对 这一次让它合体了 合体 所以 而且也是全世界 没见过的这种东西 巅峰之作 好 东西越来越多 迷更不可解 现在中国大陆自己都提出了四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 中国文化是不是双起源 双主流 因为以前都说我们是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 现在三星堆 四千五百年到三千两百年 这么早可以用这么精致东西 是不是双起源 那这个文化起源 从哪里来的 这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在技术坑里面 挖了一大堆象牙跟贝类 我跟跟你讲 这一次在技术坑里面 挖了一千多个象牙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大象呢 一千多个大象象牙 看到没有这个挖出来看到没有 有图有真相 这么多象牙 不可思议 几千年前 然后光二号基斯坑 挖了四千多个海贝 这个是内陆的地方 好 各位第二个疑问 我问你们 附近没有任何象的尸体 象牙 这象牙从哪来的 你说跟国外交易 几千年前跟谁交易 交易象牙来干什么 而且蜀到南 南于上青天 对 象牙 谁到这个地方跟你交换象牙 好 各位要更关心这个海贝 这海贝 现在分立出来是四种海贝 对 一种是印度洋深海才有的 不是前海 都离得老远 印度洋深海还没有 还一个更远 还有一个在阿拉伯海才有的 环纹海贝 是 阿拉伯海怎么会到了 四川 三四十年前的四川去呢 更奇怪了 各位知不知道 三星堆当初挖出来的东西 在1999年 曾经到故宫来展过 他来故宫展过 来故宫展过 是大陆的文化品 第一次来故宫展 是 副总统连战区 奸采很兴奋 但是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 各位都不知道 他发现了什么呢 他来当然是贝勒来嘛 对不对 因为不重要嘛 就贝勒来台湾的学者 就去拍了照片 就研究 一研究 共疗的保罗 不会吧 共疗的保罗出现在三星堆 对 我现在跟大家讲了 刚才我们讲印度洋 阿拉伯海 好远了 对不对 现在是宜兰基隆的保罗 出现在三星堆 到底谁把他们从大老远送过去 这就更诡异了 是三十年前三星堆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好 这第二个谜 第三个谜 这么厉害的文明 可以做出这么高深的艺术品 是 到现在没找到文字 这个怎么解释 你今天知识的传递 有语言 重点是要有文字 你才可以代代相传 对 挖了这么多东西 到现在没找到文字 是 文字 好 这是一个很麻烦 没找到文字 还有一个 第四个谜 就这个谜 它有文物 没有文明 没有找到房舍 没有找到宫殿 没有找到粉烧的痕迹 没有找到人居住过的痕迹 没有人类的鞋子 衣服 日用品 吃饭的东西 马老师的意思说 现在我们讲到的三星堆 一到八号坑 都是祭祀坑 但是当时的人 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 没有找到任何人的中心 只找到一些青虫器 这些没有人活 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机 更不要说这是什么民族了 是 好 那现在 既有的推断 现在有三种讲法 我们来跟大家讲 找到答案了吗 好 三星堆最黑科技的 最不可解释的 有五种东西 这五种现在被中共列为 永远不得出境的顶级国宝文物 五种 老五种 好 一个是神术 对 第二个是同巨人 第三个是五芒伦 第四个是金御障 第五个是纪三御障 这五个答案都藏在里面 好 我们先来讲 第一种讲法 就是说三星堆是古蜀国 这个现在开始有点眉目了 为什么 李白曾经写了一个 大家有点给他 鼠道难 鼠道难 鼠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对 这么难你怎么可能跟国外做贸易呢 把象牙这些从国外贸易来的 有点咔掉 这个蝉虫及渔夫开国和茫然 这两个是 古蜀国的 蝉虫是古蜀国的开国皇帝 是 渔夫是第三任皇帝 是 好 那会不会真的是古蜀国 他们来盖的三星堆呢 存在一个古蜀国 有一点 蝉虫曾经形容过他 说他什么 纵目 眼睛是突出来的 眼睛是突出来的 所以三星堆最大的特征就是 每一个都众目 眼睛是突出来的 看到没有 三星堆每一个 对 来 你看 众目 是 看到没有 眼睛是突出来 这人家一直不能解释 原来蝉虫是眼睛突出来 当然现在科学家说 他是假装性过度亢奋 眼睛突出来的 是 好 那渔夫答案更厉害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 精脏是五大最神秘的东西 为什么 三四千年前 这个金杖是金箔 纯金的金箔 而且上面刻的 大家一定要看 刻的非常非常的细 它那个连鱼灵 你如果仔细看细部 它连鱼灵都刻的 非常非常的细 好 现在这个 你知道它上面刻的 什么图案呢 第一个 两只鱼 第二个 两只符 符就是鸟 符就是一种鸟 两只鱼 两只符 两只鱼 两只符 皇帝 又有鱼 又有鸟 鱼 符 王 那不就是他吗 你看那个鱼灵 很多细看到没有 这鱼的鱼灵刻作细 这金杖上 以前不可思议吧 就鱼符王刻在金杖上面 而且现在有个最新的作法 我问你 中国历史上 没有找到任何皇帝拿过金杖的 没有 你看很多连续剧 你有看到皇帝出来拿金杖的吗 只有埃及的皇帝出来拿金杖 所以这个金杖太诡异了 鱼符王拿的 好 那现在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说这古蜀国盖的 那还没解决一个问题 如果这是有国王 有人名 是古蜀国盖的 我问你 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活得很少 你也要有房子 你也要你的疆域 你要供电 供电 要服侍你的士兵 你有武器 遗迹在哪里 遗迹在哪里 完全没有找到人居住的环境 好 这第一个 古蜀国也讲不通 外星人你也讲不通 那讲神仙吧 只好说神仙吧 那这好神仙创造出来的 好 那神仙要找什么 找山海经 可能一般人对山海经 不是很了解 山海经三万一千多字 九篇 但是它里面神话大家都知道 它里面不是画一对阳谋鬼罐吗 女娲补天大家知道吧 谁 山海经出来的 山海经 这个后裔射太阳 九个太阳 夸复追日 是 大家最清楚的 大雨治水 是 都是山海经写出来的 好 山海经里面居然 现在翻出来发掘 他写了一大堆 跟三星堆有关的东西 第一个 三星堆 我们刚才讲的 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人头鸟生 三星堆挖了一大堆 人头鸟生的东西 好 大家注意看 就像这个最新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很简单 我们最新看到了 这是鸟 鸟长 对 人头鸟长 所以 人头鸟生 那山海经里面的村神 就是人头鸟生 呼应上了 对 第二个 三星堆最神秘的黑科技 最不可解释的 就是这个神术 对 这神术 这神术呢 第一个它的材质 人类到现在都做不出来 现代科技 三四千年前的 第二个 它这个青铜 可以这样弯曲 这个眼睛的工艺 到什么水平 不可能 第三个 它这么重 对 3.95公尺 怎么搬到这个地方 不是 它的底盘 撑得住 不能断裂 最难就是它上面 九头鸟 它的九头鸟呢 它那个箱砍的技术 都是外星科技 是 好了 山海经就说了 有个扶桑树 就指这个树 上面 九头鸟 那九头鸟是什么鸟呢 被后裔设下来 九颗太阳 化作这里的九头鸟 所以山海经的描述 我们以为天方夜谭 就会在这里获得验证了吗 对 所以它有九头鸟 一个传闻这么说 每一次开发三星堆的古文物 四川都会出大事 今天四川早上居然发生了规模 6.0的强震 难道也跟4600年前的 三星堆黑科技有关吗 今天追根究底 相隔35年重启开挖 这座陆白51区 到底挖出什么宝 里面居然暗藏了中美对抗的密码 三星堆 两个字 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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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神秘 我告诉你 1986年 中国大陆第一次挖三星堆 一号坑二号坑 一挖不得了了 神术 欲藏 大力人都震惊世界 不存在在世界上的东西 通通挖出来 那君向我问你 198年挖完之后 为什么不挖了 怎么停这么久 三十几年 停了三十几年不挖 为什么 你怕什么 9月9号发表了公开记者会 把我这六坑一公布出来 大家以为三星堆很多神秘的事情 都有了解答了 结果一公布出来 我告诉你 只有两个字 神秘 就说你挖出来的东西 不但没有解释很多 留下更多的谜团 留下更多的谜团 好 各位看 我在电视上讲三星堆 讲了非常多次 因此这是我去三星堆 马老师清零现场 我一定要清零现场 去看三星堆 我在那边待了六天 考清楚 好 那我简单讲这一次 发生了什么神秘事情 因为东西太多了 第一个这个 注意看这八号坑 象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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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大象牙 挖出了一整片的象牙 我告诉你 不是一整片 几层 下面还有多少层不知道 这只是第一层而已 这只是第一层 但已经知道下面都是象牙了 好 这里有多少象牙 多少 382根 382根就191头象 那马老师象牙什么好讲 我就简单讲 四川是没有大象的 那哪来那么多大象牙 不熟啊 四川没大象来 那现在有个解释了 现在没有 古代有 我跟你 古代如果有象 为什么在四川 只有在三星堆 找到这么多象牙 在其他地方 没有找到一个皮毛 一个骨骸 一个残骸 一根象牙 它应该是连续性的分布 你应该这样有象 古代有 你总是可以再挖出来 没有 从来没有挖出来 它像一个断点 集中在这里 神秘 再来看更神秘这个 我告诉你 三星堆 现在最大疑问是没有人机 这么多精美的东西 这么多精致的东西 这么多高科技的东西 没有人机 它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 对 但这一次第一个 找到一个木核 木核 普通的木核加在三星堆发现 唯一的一个木核都正经人 人在用的木核 一打开 第一个正经的 里面有湿脂品 湿脂衣服 这也是人在穿的啊 这也是人在穿的 有木核了 有湿脂品了 然后木核里面除了湿脂品 只有两样东西 还有一个是什么东西 玉刀 还有玉刀 玉刀当然很 没有吸气 因为很多都 坑里面都挖出过玉刀来 可是你年代没那么久远啊 不是 它开封了 它有刀刃的 它已经开封了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开封 看到没有 它有倒角 你看到吗 它那个开封了 对 我告诉你 玉刀作为礼品 祭祀品是不开封的 没有开封 到今天 所有的 古墓里面找出来玉刀 没有开封的 那我问你 这个开了封的这把刀 是拿来当武器吗 非常锋利 他们说是水果刀 那它屠宅是什么呢 不晓得 所以居然里面有木箱 十字品 开封的玉刀 我就跟你讲 如果我知道答案 就能有什么神秘可言啊 好 那大家一定问了 马老师 最重要的人机是文字啊 三星堆这么久 没找过文字吗 对 到底找到文字没有 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讲 看这个 这是个龙手的玉玺 这玉玺上面 皇帝盖着张那个玉玺 对 上面有四个字 写什么 这四个字 看着没有啊 刚出来的时候是说老天保佑 这很像老天保佑 对不对 后来有古文字学家说 不对 这是遗文 遗族的文字 那遗文是樱眼守家 这四个字樱眼守家 那就是有人的家了哦 对 好 不管是老天保佑 还是樱眼守家 我就跟你讲 这到底是不是文字 还不知道 还是符号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 到底是老天保佑 还樱眼守家 是不是三星堆 找到文字了 那为什么只有这四个文字 为什么这么精致 文化 没有其他的文字了 这还只是第一层呢 毛老师 这又是谜 没办法解释了 好 因为谜太多 跟大家讲 好 最绝了 五号坑 一打开 金光散散 哇 挖到金子了 全都金子 好 我们先来看 挖到完整的黄金面具 这些是半张脸的 半张 对 三月 三月挖到半张脸 对 现在挖到非常完整的黄金面具 而且各位 薄如残意 我告诉你 找到这个面具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怎么了 它是像纸一样揉成一团的 皱巴巴的呀 它就像这个纸一样 这样揉纸 它找到的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考古专家慢慢慢慢的把它 对 它就跟纸一样 好了 现在一个答案来了 你明明做这么漂亮的国度产业的面具 你看像它漂漂亮亮的 是谁 把它揉 揉 不可能考古人家 考古学家非常非常精力 揉成一团纸一样 而且丢弃在一边 这是85%的黄金 14%的银 好 大家来看 它薄如残意对不对 对 现在发现金斧非常厚 斧头啊 斧头 而且还没挖出来 现在只是照片公布 对 各位 这是黄金斧头 看它长度大小很厚哦 是 它可以做薄的 它可以做厚的 对 然后在旁边发现一大堆金珠 各位看 这金珠看到没有 五颗粒的金子啊 不是一粒哦 很多粒 而且大小都不一样哦 那金珠 第一个含金量99 99纯金 99纯金 可以做成一小黑小菇的真圆 我们刚讲这是合金 85它是99纯金 第一个纯金 第二个 它是榨株工艺 什么意思 榨株工艺就是 你拿那个金把它融化 用不同的管子 滴出来到温水里面 啪啪啪 都会跳起来 就变成一颗颗 晶莹剔透的黄金珠子 所以现代人做的那个黄金珠 做耳环 做戒指 或做吊丝 衣服上的装饰品 就是用榨株 艺术 你现在说的理所当然 我也觉得没有一样很难 都理所当然 可是4600年前 我跟你讲 到底三星队多少年前不知道 4000多年前 到现在多少 但确定 就是这个技术 东西埋进去的 对 3100年 就说好了 你在3100年前把东西埋到这个坑里面 是 代表你的文明 至少是3100年 更早 以前的 对 我要做这些东西嘛 现在已经确定 埋 3100年左右 就像我问你 我这么千里迢迢 跑去三星堆 看三星堆 我主要想看什么 你的重点是什么 纪三玉章 这什么东西呢 三星堆这么多宝物 马老师 你怎么仔细看四一山 对不起 我还没看到 因为 各位 如果你懂三星堆的 我先讲一个 你就懂 为什么我去看 记忆三星堆 中国大陆 在最早的时候 明定了 中国大陆的国宝 有200件 永远不能出 中国大陆国门 永远不能出 然后 三星堆里面 选了四件 三星堆的四件 一辈子不能出去 第一件 神术 大家都知道神术 第二个 大力人 同大力人 第三个 金杖 这三个在三星堆里面是 排名前三名 众人都要看的东西 这三十多年前 挖出来的这三样宝物 第四件 纪三玉章 大家在想 纪三玉章 为什么 第一个 他很少展出 你看不到他 对 好 第二个 大家都不知道他 他居然是四大国宝之一 他是永远不能出国门的 到底什么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就是 这个纪三玉章 他中间是黑的 对不对 对 他这里 有五格图案 这里倒过来 从图案从这里开始 也有五格图案 好 我觉得问题 是不是在这图案里面 来 我们跟大家看他的图案 第二图案 三个人 三个人 注意看 他戴了平底帽 注意看 这个可能不清楚 平底帽上 点点点 一堆点 对 为什么会有一堆点 是不是 无线电通信 然后他 每根耳朵上 看到没有 你看他的脸 真的是倒三角的 还没完 一字脚 脚全部是 好像有扑这种 全部是一字脚 对 全部是一字脚 好 注意到的是第二张 第二张是两座山 注意看 山中间一个飞船 对 两座山 山中间一个飞船 看到没有 还没完 这边一个手 这么大手 这三 这么大手 这么大手 用拇指去按三 这个比例也不对 对 比例也不对 好 然后这里更绝了 这里也是三个人 但是 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的帽子变高帽 而且这里可能看不清楚 你们要看原来的 这个帽子上面也是 点点点的 密密麻麻的点 原图是密密麻麻的点 这是讯号在传送吗 然后还没完 下面一个 来各位观众自己去想像 又是两个山 但是刚才山里面有个飞船 对 这山里面一个 勾勾的东西 勾勾的东西 那旁边也有一个东西 而且它极为巨大 跟山这样比起来 对 极为巨大 好了 他为什么叫祭山豫章呢 那中国的 这个大陆的 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都说 哎呀 这不是外星人啊 这不是 这个 三星堆人啊 因为大家想 唯一出现人形 对 三星堆人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 我们一直要找人出过的痕迹啊 不是 找人长什么样子 对 那你画出来 是不是就三星堆人 三星堆人是不是就长这样子 还是长那个 仲目 大通风 这个 顺丰 好 现在 这个一出来 他说 不是啦 这在祭山啊 他们在拜祭山啊 这些的人都在拜祭山啊 好 我跟各位讲 倒过来的 三人突然变两个人 中间一个 圆圈圈 圆圈圈 不知道什么东西 中间突然出来一个圆圈圈 对 这圆圈圈怎么解释 好 然后第二张一模一样 还有飞船 然后还没完 变两个大手 前面就有一个大手 对 现在两个大手 扣着两座山 扣着两座山 对 好 就奇怪了 然后这里看到没有 又是这个勾勾圈圈圈 好 现在 祭山预章 为什么被列为 三星堆四大 永远不能离开中共国门的四大国宝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 全大陆这么多预章 为什么只有他列为 第三个 为什么这预章 从来不见面 从来不展出 每一个大手 第四个 所以 祭山预章是全大陆最没名气 两天前跟大家谈到了这个神秘的北纬三十度 从九州到重庆 都是这个星期全世界淹水淹的最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都在北纬三十度 还有更大的为什么 社长要来告诉我们 在这条最神秘的地表死亡螺旋 居然有这么一个 莫名其妙消失的神秘古国五千年前 没有文字 但是科技文明昌盛道 你现在要去复刻它的青铜器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金先生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画面 洪水来的时候真的是触目惊心 但这个洪水还称不上大洪水 在历史上 我们知道在北纬三十度线有很多文明 很多文明 在四川广汉这边 在1929 发现了一个很神秘的文明 叫三星堆文明 大家都听过 那三星堆文明它其实 在4800年前 一直到2800年前 突然间神秘消失 2800年前大概是中国 下山的交接时期 发生什么事呢 应该是洪水 也是洪水 也是洪水 而且是大洪水 为什么讲它是东西 这个文明消失 我们知道三星堆当时延续了2000年的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地区 为什么2800年以后 从4800到2800 2800年以后突然间这个文明不见了 人也都不见了 在这个广汉三星堆这边 只有挖到一个古墓 里面有35G大体 其他都没有 看不到人 洪水冲走了吗 有这么大的洪水的力量吗 那考古证据呢 你知道我们知道三星堆在1986刚开始开挖 1929发现1986开挖 开挖的时候 他说当时地质学家有来考察 一定要先看这个东西到底 因为他挖了地层 有总共16个地质层 那每一个地质层就代表 什么300年 400年 这样一个年代 那挖到第7层的时候 总共有16层 第7层是最神秘的 第7层是整个里面是伊尼层 伊尼是代表什么 有水分 水分 带来那个泥沙 带来那个泥土 所以水分很高 这个伊尼层高达多少 厚度大概有50公分高 我是公分淤泥 那表示洪水很大 才会留下这么厚的一个淤泥 而且这个淤泥是经过2800年的那个 等于说它经过干燥了 经过上面地支层有6层 这样压扁了 还有我是公分高 那以前留下来真实的情况 你可以想象 洪水带来的淤泥有多大 怎么都在北纬30度 从九州到重庆 然后现在又三星堆 都是洪水 对 所以很奇怪 北纬30度它有很多奇怪的文明 本来在中国以前讲 中国中原的文明 讲母亲河是黄河 长江没有什么发现 结果后来在1929 发现这个三星堆之后 才发觉原来长江也有一个 不亚于黄河的一个古文明 就是三星堆 三星堆文明的高度 它为什么让人家惊讶说 2800年前突然间不见 太可惜 这个文明如果一直延续下来 它恐怕是跟中原高度的文明 是可以相对抗的一个文明 它这个文明刚才你讲的 它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的一个文明 但它做出来的科技 黑科技 高到你难以置信 几年前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新闻 日本人 日本人来三星堆这边看到 三星堆博物馆看到 有一个这个是人面鸟生 人面鸟生的一个青铜器 这个其实也很小 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大 它其实才14公分而已 很小 是 很小一个青铜器 越小越精致越难做 14公分的一个人面鸟生青铜器 你看它做得多精致 尤其日本人说 这漂亮啊 别这样贴重 我来复制嘛 以日本的高科技 我复制古代的一个青铜器 差几千年有科技进步到 对 结果它回去以后 它比照三星堆的一种方式 这种人面鸟生青铜器怎么做 它是用古代 用所谓的铸模的方式 就给你开一个模式 开一个模式 五千年开模 我这个我懵了我 开模其实还不染 它染黑科技还在外面 模你都就这么惊讶 对啊 它开模是怎么样 把它用那个陶土 雕刻 我在陶土上雕刻 因为陶土很软 很软 我雕刻这样的形状 雕刻好以后 用铜去烧 烧成铜汁 烧成铜汁以后 就开始灌到这个模子里面 以前叫模范的范 灌到这个范里面 然后等它冷卸的时候 把这个范打碎掉 这个陶土很容易就打碎掉 留下来这个铜 它的造型就是这样子 日本后来失败了 失败 它把铜 以现在科技铜要烧成是太快 太容易了 烧了以后 它也是日本人也是开一个范 开一个模型 灌进去以后 这个才14公分这么小 对 那你如果仔细看 我把这个图再放大这边 用这个红框框起来 它那个鸟的鸟爪 鸟爪这边 它更细 鸟爪 对 这个爪很细 细到像针一样 一根一根一根 那日本人灌的铜丝 灌进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铜丝你知道 在范里面流动的时候 这个很细的地方 铜丝冷却很快 你半一顾的时候 你就已经流不动了 它没有办法灌进去 这么细小的这种 这种缝隙 这种鸟爪出来 所以你可以做身体 你可以做比较大部的 细节的部分 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变成一个断角的一个鸟 灌角的一只鸟 那就失败了 那后来日本人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三星堆以前 几千年前就可以做出这种 后来中科院 其实有做一个解答 大陆的中科院 中科院提出两点 刚才讲神秘文明的一个清容器 我先讲这个 这个为什么他三星堆可以做 当时的四川大学一个姓田 仲田的一个教授 他有解释 那个解释后来被打枪了 本来以前我也相信他的解释 他有讲述说 他怎么说 三星堆这边在四川 四川没有焦炭 没有木炭 只有木材 木材你如果燃烧 烧到最高 大概700度800度 温度不可能这么高 同时要1080 1080度摄氏才能办法融化 那你烧的话 你火要升到1200度左右 木材才七八百度 怎么办 除非你用鼓风机在那边拼命鼓 以前又没有鼓风机 所以四川大学的教授讲 没有焦炭 没有木炭 木材做不到 结论是 四川采天然气 对 用天然气烧 干什么咬手 所以你以为他解了一个谜 他丢一个更大的结给你 不可能 对 所以后来其实中科院 出来解答 中科院去把这个铜 青铜做一个化学的分析 化学里面含有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铃 所以这种铜叫铃铜 会自然的那个铃 对 这个铃 这个铃它很厉害是 它所有青铜器里面 你要做细微的这种部分 它必须把铜加上铃 而且你不能加多 加多的话 铃会破坏铜的稳定性 这又是合金的技术了 对 其实三合金 它有加铃 加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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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混合 那这个铃 它要控制在 百分比要控制在八点二七 古代 你如何去计量 而且你知不知道 铃如果超过百分之十 跟铜在一起 它稳定度就完了 你做出来 成品它就不会这种漂亮的 不稳定 所以它可以控制铃到八点二七 而且它知道这样的化学姿势 古代不可能 所以三星队有很多很多讲法 说它不可能是现在的产物 这个是这样 另外你看这个 以前三星队出土的 它也是中国古代 一个很有名的 这种摇钱树 你看这种摇钱树 你看这样一支一支 我放大出来 它这边有很多细的 那个有没有 像那个 扣铜钱的摇钱树 而且这个是内方外圆 每一个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铜钱 对 所以你看它做的多细致 三星队的青铜文明 它让你感到很惊讶 它当时可以用这样的 用这样的 那当然我们以前也讲过 上面铜 三星队的铜 它里面 那个含铅 但它的铅不含铅 不含铅 中国铅礦里面 铅铅一定半生了 中原地铅跟铅 四川没有这种铅 后来才发觉可能到东南亚 云南 以南这一块 以前四川是一个封闭的盆地 十面大山围在外面 它经过什么样的路线 千里迢迢去印这个铅铅铅 铜矿回来 铜矿你知道要一百吨 一百吨 你下去燃烧下去炼成成品 矿炼成成品 大概一百吨只有剩下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剩一吨两吨 所以你要看铅铜器出产这么多 它要多少的运输的东西过来 铅铜器 这是第一个它野铅公寓 很迷人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它还有一个是黄金 黄金 炼金堆黄金最迷人的地方 最神秘的地方 是它每一种黄金 包括在这个人面上 那个像面具一样 包括这个老虎的虎纹黄金 包括我们讲过那个金杖 金杖外面有这个金包起来黄金片 它都是二毫米 两毫米 两毫米是多少 0.02公分等于两张报纸的薄度 它的这个工具的细微度 照这个金度如此之高 那它的工具体怎么来呢 对 所以你要做成这样 你除非有这种压膜 或者现在那种科技 像打金箔的一个方式 古代它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试图要去解释 三星文化的那种高文明 我们解释越多 发现谜团更多 对 那后来还发掘了一个原因 这张我给各位看 这个是三星堆的一个 一个等于是它那个 地基房子吗 宫殿 对 地基 宫殿的地基 宫殿地基多大 14个 14个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的大小 这给谁住的 很大 那没有人 你挖不到 你刚才只讲 只有挖到一个古墓 一个古墓里面 35具大体 其他人都不见了 35具大体里面 而且蓝的两个是30岁 两个女的35岁 其他都是青少年 儿童 不晓得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奇怪 成人都不见了 那我特别要讲的是 这个宫殿它有两个谜团 这个宫殿外面 古代宫殿一定有围墙 围墙是干嘛 防疫嘛 打仗防疫 它不是打仗防疫 为什么 这个围墙很特别是 它内部是垂直的 没有问题 外部呢 它其实是斜的 这样斜的 斜的你打仗就不能用 因为打仗 我敌人冲过来 我直接爬上来就很快了 那这什么设计 刚才讲洪水 洪水 我洪水这样打斜的时候 你如果直的 这样垂直的 墙会垮 对 很容易垮 掏空嘛 这个斜的 它就一个比较稳定 很清楚 它最大的敌人是洪水 洪水 对 所以三星这边 以前判断洪水 可能不止一次 不止两次 而且它是长江文明 长江中下游的 长江上游跟中游的一个文明 你这样的一个长江犯弹 绝对不可能一次 所以他们这把城墙 就做成这样一个斜方形了 所以代表它洪水真的有来过 第二个是 当时讲这个宫殿 这个宫殿 它跟中原的宫殿 它的文明在宫殿 其实也可以考证出来 中原的宫殿 所以我们去紫金城看 北京故宫你去看 所有的那个宫殿 它里面那个梁柱很多 因为它四公尺就要 每隔四公尺就要一根梁柱 去撑住这个天花板 三星这个梁柱 中间隔多久 十五公尺 十五公尺才一根 才一根梁柱 所以你那个天花板的一个结构 是靠现在我们讲说 讲说那个无梁柱设计的那种方式 施工方式 要不你十五公尺才一根梁柱 十五公尺才一根梁柱 你撑不住天花板一定会垮下来 除非有一种 罗马 以前罗马那种万神殿的那种 眼拱形的设计 罗马教堂的那个眼拱形的设计 南道三星堆是有这种眼拱形设计 所以后来就发现三星堆很多文化里面 它含有希纳埃及罗马的 希纳埃及罗马的这种这种成分 也有中原商朝的一些成分融合在一起 但毕竟很多人讲说 那这些人到底从哪里来 所以后来从这边总统考察 城墙那个淤泥沉的泥土 判断这个文明应该消失在大洪水之中 各位朋友 墨西哥国会震惊全球的ET工厅会 现在掀开了外星人潘朵拉的盒子 为什么如今再有惊人的发现 经过进一步的电脑断层扫描 就发现这群木乃伊外星人的形体 不是人造的也不是拼装的 今天社长来到现场要来为我们揭秘 外星人在马丘比丘留下的种种谜团 是刻意的吗 谁要告诉你我来过吗 对 经常上个礼拜墨西哥国会 几行外星人的听证会 几次跨栏 一样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很多学者提出质疑 说这个小外星人 这个小外星人 他其实是人类去假造的 作假做出来了 所以后来逼得不得已 墨西哥就请大学的教授来 跟配合人类学专家 去用什么 用电脑断层扫描 最高阶的没话讲了吧 这个总骗不了人了吧 对 真假立判 结果电脑扫描一过又 发觉这个木乃伊 我们说是外星人的木乃伊 它其实不是拼装的 也不是人造的 它就是整张一体成型 这个是电脑断层之后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体成型 那些怀疑的声音 统统认真的来看待 这个外星人 你是真的来过这里吗 对 所以秘鲁现在就要讲 既然这么珍贵的外星人 怎么可以落在墨西哥的手上 所以秘鲁政府就出面 要跟墨西哥要回这两具外星人 现在两国这边蛮紧张的 对耶 这个外星人 是在我秘鲁的境内找到的 结果你怎么拿去你墨西哥国会 变成你是全球的焦点 对 所以秘鲁现在很强势 跟墨西哥要回这两种 这两个外星人 那秘鲁其实他们是世界上少数 特别特别特别相信 有外星文明存在的一个国家 是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讲说中南美洲三大 古文明的发生地 一个是玛雅 一个是阿兹特克 一个是印加帝国 秘鲁就是当年印加帝国的守在地 秘鲁确实以近代来讲 它发生过很多 在2015年其实他还拍过一个影片 是什么 是在一个工地上方 上方有那个原型 这个很清楚 有一个东西悬浮在上面 后来镜头稍微掉进一看 它是紫色的圆盘 紫色的圆盘 对 这个是无人机吗 不是无人机 确定不是无人机 真的紫色的耶 对 而且它有时候会悬浮空中 有时候会上下 上下移动 上下左右移动 所以秘鲁会相信 有无人机会来到我们这边 那另外呢 秘鲁他们以前在差不多2000 发现一个头骨 发现这个头骨 是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一个人类 是一个战士 战士他打仗的时候受伤 受伤他曾经动过开脑手术 我们看脑部这个黑黑的这一块 黑黑这一块 这一块其实是什么 是晶银合金 晶银合金 2000多年前用晶银合金做开脑手术 而且现在经过检查 这个晶银合金这一片 贴在头骨 已经跟头骨整个密合起来 表示当时的手术是成功了 这怎么会办得到 2000年前哪来的合金 冶金技术是个难题 第二 这个外科开颅手术 当时也办不到 对 2000多年前 所以为什么讲说中南美三大古文明 其实很多很多被列入比埃及 还要神秘的一个所谓欧帕之文明 欧帕之文明就是当代的人类 不可能做得到 绝对做不到的 但他横空出世 像这种东西 那我今天要特别讲 不管这个外星人 你质疑也好 不质疑也好 但我们如果从所谓神秘文明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中南美三大古文明之一的印加 印加帝国 当时留下了一个震撼全世界的 叫马丘比丘 是 马丘比丘这个文明 马丘比丘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 它上面山顶这边有许多建筑物 有很多建筑物 对 很多建筑物 一般来讲说 以书本的记载 我们要知道 印加文明 它没有文字记载 它没有文字 第二 它没有轮子 也没有轮子 所以它不可能有车子可以推 可以送 没有轮子 没有马 没有驴 所以它负重的东西 一定要靠能力 能力来完成 这个建筑 马丘比丘这个建筑 在海拔差不多2400公尺的高山上 那也很高 很高 2500比阿里山还高 阿里山2200嘛 对 阿里山还有小火车 它没有 建材怎么运 高山山谷 高山山谷 这样上上下下的 建材印到这边来 马丘比丘 你看看就是这个建筑群 对 非常漂亮 它整个建筑群旁边还有很陡峭的梯田 那我讲它神秘地人在哪 在什么地方 这个马丘比丘 你看它这边附近 有一座山 有没有这一座山 对 这一座山很奇怪 这边高起来的地方 它其实如果把这个山90度倒立起来 是旁边这一个 是一个人脸 是一个古代阴家的人脸 哇 这个是侧脸 有没有看到 鼻子嘴巴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酋长的那种 那种装扮 很像 很像 所以你看它鼻子 刚才讲的嘴巴 下巴 整个倒立过来 就完全这样 它看着天空 看着天空 不晓得是为什么 那有人在讲说 这个山 是经过雕塑 才可能 这么像的一个人脸出来 马丘比丘的天空观察 也超乎我们现在人类的想像 我们可以想 它有两个 一个是天空观察 一个是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我们好比说 台湾在300年前 可以在阿里山上面 盖动101大楼 如果盖出来 那杰哥不是300年前的台湾 可以做得到 一样马丘比丘就是这种道理 我们先讲天空規的部分 它上面有一个叫酸日石 这是什么石头 这是一块石头 大概200公吨 200公吨 你要运在山上 一体成型 多困难 他说没有轮子 没有马车 怎么运上去 其实在秘鲁的最高山 3700公尺的地方 秘鲁的第二大城 叫萨克华克曼 萨克华克曼 他本身 他本身那个石头 计时文明高达350公吨 是 3700公尺 也上去了 好奇怪 这个酸日石很厉害 就显示它的天温鞋很厉害的是 它太阳出来以后 它会有一个阴影 这个石头 它会采生一个阴影 这个阴影 这边其实是有刻度的 它这边有刻度 有像我们的日轨那种概念 对 刻度 所以它阴影走到哪里 你就知道几点几分 是 但它最厉害的是 春昏跟秋昏 春昏秋昏的时候 太阳到这个酸日石上风 正上风的时候 它影子的消失不见 告诉你春昏到了 秋昏到了 那就是我们再过几天就是秋昏了 影子就在这一天消失 对 但蓝半球跟我们这边颠倒 是 像它六月的时候 冬至的时候 这个影子会拉到最长的地方 是 但它是冬至是六月的时候 我们是夏至 所以蓝半球跟北半球不太一样 是 OK 那我们讲说这个酸日石 另外它有一个太阳神殿 这个太阳神殿很特别的是 你看它这边有一扇窗 对 这扇窗太阳阳光 从这边照射进来的时候 对 冬至那一天 照射进来到这边里面有一块石头 石头这边光影 旁边都是暗的 只有这边是一块光影 对 这个光影是什么 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祭坛 一块长方形的祭坛 是 冬至那一天 这个阳光会从这个窗户照射来 刚好直接包覆住这整个祭坛 祭坛以外的地方是黑暗 唯独亮那一片祭坛的所在 对 所以他们对太阳的崇拜叫太阳神殿 是 那表示说冬至的阳光可以照射到这个祭坛来 他们对这种天文的掌握观察非常清楚 另外它有一个叫山窗庙 山窗庙中间这个 如果它其实眼方有一座山 它把这个山窗庙这个窗口 直接跟这一个山的山顶 拉一直线看过去是卯素星兽 卯素星 所以他们对天文观察 所以如果它来自境外 它往天文观察是忘回它的家乡 它来自的地方 对 那我特别要讲的是 很多人讲 如果以西班牙人攻进印加帝国以后 后来有牧师帮印加帝国写了一本书 那是1539年才出版 16世纪 对 1539年出版这本书 那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科学打枪 因为在这些石块 这边很多石块 我们要看这一张就知道 这边很多石块 对 这个石块它弃整的方式 第一个它用巨石 巨石做的 第二它是一个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就是 铁角头要沾角 不规则你要把它密合起来很难 你必须 你如果一块一块四方形 对四方形都很轻松 它不是 所以它要密合的 你必须这边斜角 它这个石头就必须有一个尖角 这边少一个洞 弯起来 它这边这一块就要一个凸出来 那算非常的精准 工法跟工具 几何学的概念 对 还有工程的概念 那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 它是15世纪16世纪的产物 其实不是 科学家已经从这边 这个密合的地方 里面 它其实一张纸都看不进去 那有什么 苔藓可以生长出来 植物那个苔藓 对 苔藓他们用针把它挑 挑出来以后 苔藓做碳14测定 我们知道碳14测定 在5万年以内 是相当精准的 那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倒推它的年份 对 6000年前 苔藓 苔藓6000年前就长在这个地方 那表示这个地方 6000年前就有了 不是15世纪 所以后来科学家解释说 那本书写15世纪 16世纪 盖成马丘比丘 其实是 这个东西前早就存在 只是15世纪 16世纪 印加仁到这个地方以后 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 把它加以整修 或者盖上屋顶什么的 做一个其他的建筑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 6000年前的一个藏物 那另外 其实在秘鲁 还发现一个 一个很大的 一个原型的梯田 这个梯田有什么样的窍门吗 这个梯田你看 它一阶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下来 总共12个台阶 它总共有三个大小不一样 这个梯田很大 你如果要绕一圈 要走一个小区 而且这个年份是 如果跟它一样久的话 怎么哪来的真圆 这么圆 它怎么爬出来的 同心圆 同心圆是一个问题 第二 我觉得最令人 百事不得其解 它每一个阶梯 温度差0.5度 这么准 连温差都抓准 它每一个阶梯 就是一个微型气候 那要干嘛 它等于要种植实验 外星人在地球的种植实验 它可以种玉米 小麦 高粱 马铃薯 所以温度可以控制0.5度 那基本上 不是当时人类可以做到 你现在都很难 那往下 越往下 温度越低 那越低的时候 靠什么去保持寒温 它里面铺 底下铺鸵卵石 鸵卵石排水好 另外鸵卵石吸热能力很强 放热的时候很慢 放热很慢 这鸵卵石它会等你 温度太低的时候 它慢慢释放热能出来 所以它可以保持 一个寒温寒湿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秘乳可怕的一个地方 看到了美伊的局势 国际都在关注 而伊朗所处的两河流域 曾经孕育出来的 苏美文明 六千年前的古妙石板 居然暗藏了这么惊天的 天文黑科技 我在想 为什么伊朗伊拉克有这么大的古文明 以及他们现代人的智慧 很可能都跟这个石板上面 所画出的十二星体有关 这不是我们天马行空的讲 就是美国的考古学家西勤 他在1970年代 在我们所说的苏美文明的这个 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 就挖掘到了这个震撼世界 尤其科学家认为 简直是碳为宽纸的石板 这块石板要怎么看 十二星体 这块石板大家要看的 不是这些什么古苏美人 坐在那儿 要看的是这个红圈圈住的 这是十二星体 大家看到这十二星体 你没有发现画得很像 我们现在所说的太阳系吗 你是说这个中间的 这个是太阳 旁边是他的行星 来 具象 我们请我们的摄影看一下 那个红圈圈住的 跟现在我们这边 现代人类 所画出的太阳系 是不是几乎完全雷同 好 那我们就要开始 一一的来拆解 当时苏美人 苏美文明 要先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是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的文明 而这个石板可能化成的年代 大概就是距今西元前四千五百年 到两千年之间 因为我们讲的苏美文明 大概也就存在这两千五百年间 距今六千五百年前 西元前四千五百年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星图 好 我们来看 它大概有哪些让人觉得 科学家觉得毛骨悚然的地方 第一 他画了十二个星体 那我们知道现在太阳系 如果你把冥王星也算行星的话 是不是九大行星 加太阳十颗 加月亮十一颗 他画了十二颗 多一颗 数字几乎雷同 但是他多了一颗 他多的那颗是什么 好画错了吗 好画错了吗 还是是我们自己 现在人都还不知道的神秘星球 这第一个 第二个这里头 还有让科学家觉得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所谓的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这么远 他怎么看得到 他到底是真正自己观察到 自己看到了 还是有人告诉他 有天王星 海王星跟冥王星 那这个人是谁 甚至苏美人 会不会根本在当时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地球人 是有地外文明把他们 创造出来的呢 你根本从那个地方来的 好啦 还有一个 也让科学家觉得 叹为观止 这颗 这颗我们知道叫海王星 海王星在当时西元 我要再次强调 西元前四千五百年 苏美人就已经说 海王星是一个绿色的沼泽星球 而我们晓得 海王星现在人类 当然知道 对 他就是蓝绿色的 因为他的大气层有沼气 有甲烷 但不对啊 我们现在的人类知道 跟西元前四千五百年前的苏美人 就知道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好 你看到了这一连串的 不可思议 但是最让科学家觉得 需要去研究的是 多画出来的那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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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问当时考古学家 西勤 他发现了什么好不好 西勤啊 他在这个考古的过程 他写了很多 记载苏美的这个 考古过程的一些著作 而这些译本里头呢 就发现 他有写到 苏美人呢 多画出来的这颗 叫做尼比鲁 尼比鲁星球 来 我跟各位说 尼比鲁 英文NIBIRU 尼比鲁星球有多大 他位置又在哪 这神秘的第12颗 他在太阳系的边陲行星带 我们晓得吧 你在最外边 就已经是冥王星了 在古薄带 他更边陲 但是他很大 他多大 他跟木星 他跟木星一樣大 木星是太阳系行星当中 最大的一颗 他的体积是地球 1300多倍 质量300多倍 他跟木星一樣大 好 你知道他够大 那我也是尼比鲁 為什麼蘇美人要去记载他 因為上面住著阿努那奇人 不用說他就是外星人 連他的人住民都已經描繪出來了 不用說他就是地外文明 就是外星人 而蘇美人記載 阿努那奇人之所以會來到地球 就是因為他們所居住的故鄉行星 尼比鲁毀壞了 毀壞之後他們需要來到地球 採集黃金去修補他們 挖地球的黃金回去救他們的星球 好 我知道聽到這邊大家就覺得 這是什麼 這是普羅米修斯電影嗎 我覺得 那所有描繪的細節是飄在空中的 對啊 那還是我們講的這個科幻電影 不 我現在馬上引用NASA NASA曾經在1982年 當時他派了一個衛星去探測 結果探測到地球 我們所處的太陽行星帶 的確是有第十顆行星 叫Planet X 這Planet X 我根據NASA當時所做出來的結論 他說Planet X是一個巨大的行星跟 跟木星差不多一樣大 這不是跟蘇美人記載的不謀而合嗎 巨大的行星 Planet X的這一顆星星 暫且還沒有秘密 因為是X 對 就是剛剛我們說算來算去 怎麼會多出來的那一顆星 沒錯 好 那不但NASA有記載到 有發現到 也下了這樣的結論 甚至我們中南美洲的麻雅文明 開始去對照NIVILU星球了 來 我一個一個做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看 NIVILU如果是在這個 蘇美人所記載的這個太陽系的 邊垂地帶 然後他說 他大概每公轉一次是3600年 這麼巧 考古學家就在 瑪雅文明 好 瑪雅文明跟蘇美文明的時間 重疊要怎麼算 我剛才說了 蘇美文明是西元前4500年 那瑪雅文明是西元前2000年左右 2500年 那比較靠近現在 那也就是說瑪雅人是比較靠近現在 他真的是未卜先知 瑪雅人是晚他們2000多年 但是卻也同時記載來說 在他們的太陽系 這個瑪雅預言裡頭就記載 曾經有這個巨大的行星 然後公轉 他一圈大概差不多是3000年 那就跟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蘇美人所記載的這個NIVILU 是一樣的 那還沒喔 你記不記得瑪雅預言曾經 曾經講過說地球的滅亡 這地球的滅亡呢 大概是講到說 當時如果 這個巨大的行星來臨的話 會開啟新門 開啟新門就會導致 過去現在未來整個時間 重疊甚至大亂 好 我知道聽起來很抽象 我這樣講白話一點好了 瑪雅預言講得很簡單 巨大的行星只要一來 就只是NIVILU NIVILU只要一來 地球就很可能會滅亡 它是災難 它會摧毀地球 因為它會開啟新門 好啦 那比瑪雅更早的蘇美人是怎麼說 他說 他說得更細了 他說NIVILU星球來的時候 曾經就來過 然後把地球一撞撞成一半 一半呢 就是現在的地球 另外一半 就是火星與木星之間的小行星帶 那邊有數十萬顆的小行星 我有科學家看到這些 記載的文獻 就是西晴翻譯的 嚇到了 為什麼 可以一下說是小行星帶肉 也根本看不到 你蘇美人比瑪雅人早兩千多年 你還寫下來 到底誰告訴你的 好 那大家一聽到 NIVILU 科學家 歷史記載 加瑪雅 加蘇美 幾乎已經不謀合了 你現在對它的真實度 越來越可信了對不對 NIVILU星球到底怎麼回事 兩核流域是世界文明之母 連續好幾天 今天我還是為大家請到了社長 社長 我們來談一談 它是人類文明之母 而蘇美人的文明的根源 從何而來呢 對我們講說 人類世界的文明之源 是在兩核流域 那如果你問的這個 就沒有人可以回答了 兩核流域的文明之源 從哪裡來 是 那我們知道蘇美文明 就是兩核流域文明 從7300年前 在這個地球上 突然間憑空出現 而且馬上就變成一個很高度發展的文明 偉大 精緻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再講說 那這個文明有沒有跡象可循 它到底為什麼會憑空出世 1927 1927在我們講 所謂古巴比倫地區 出現了將近有十萬塊的 這個所謂蟹型文字的泥板 那蟹型文字泥板從1927開始 文字學家一直去破解 破解了以後大量出現 裡面指向一個地方 說蘇美文明它其實 其實它留下很多的政績跟足跡 它不只是地球上的一個文明 指向哪裡呢 指向天狼星 它有很多宇宙的一種知識 但比較焦點集中的在天狼星 它那個泥板裡面其實破解了 也就是說他們講說蘇美文明的祖先 蘇美人的祖先 是從一個叫尼比魯星球過來的 尼比魯星球就是昨天講的 它是天狼星系的一環 天狼星系的第十二顆星 也叫天狼星半星 尼比魯星球 尼比魯星球裡面有一種神族 叫阿魯納奇 來到地球以後利用基因工程 產生的蘇美人 OK 那這個是神話 隨便你們講 蘇美人這些祖先來了 以後每一個人可以活四萬多歲 十個人統治的蘇美地區 兩核流域 統治的四十三萬年 這個都是神話故事 我要看的是 那你有什麼證據 我們講印記 印記 你留下來一定有東西出來 那很多專家就開始在找 以前的這種蘇美文明 兩核流域文明 留下了一些雕刻 或者一些文物 他們在雕刻裡面 就產生了很怪的現象 他們崇拜什麼 伊斯塔爾尼神 伊斯塔爾尼神 是金星跟夜神的一個綜合體 你看他的腳這邊 我們經常講說 外星人他是三隻爪 他有鋪的感覺 對 而且你看他的腳趾 就像魚 魚那個鋪一樣 對 而且只有三隻 那個好像支架 腳趾的支架 他手拿的這種東西 他們講說 這是一種通通信系統 那這個你都可以做很多解釋 還好他的臉不是三角形 對 那你可以再看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是那個蘇美 蘇美文明裡面很多這種雕刻 他是一個人 拿著像一個 像我們方向盤一樣 坐在中間這邊 他是用翅膀來表現 會飛的 就是他們講的 阿努納奇神族的一種 一種概念會飛行 我們再更實際的一個證據 在蘇美文明裡面 發現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雕刻 這是什麼的 這個雕刻你看 他把它用線型模仿出來 過漏出來 你就看得很清楚 這是一個什麼 像現在 後面有三個引擎發動機 對 一個噴射的管 那這邊是一個 你看一個現在的太空梭 一不一樣 像不像 很像 這邊中間凹進去做人 對 OK 這又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雕刻證據 OK 那你講 我最不喜歡講的就是說 你講雕刻 大家說那可以聯想 相像 我們來講實際 更科學的一個證據 這個文明是所謂可愛 他7300年前 航空出世以後 我今天特別帶了一本書 這個叫伊斯蘭文明 伊斯蘭文明他是把蘇美文明 擴散跟延伸到全世界的一個文明 就伊斯蘭文明 那你知道 在伊朗 我們講說 剛才講說兩河流域 一個蘇美文明的重症 就是現在的伊朗 所以大家很擔心 川普真的打過去的話 會很多文明會毀滅掉 他伊朗在這邊有一個叫古城波斯波利斯 波斯波利斯 大概兩千五百多年前的一個 一個十幾蓋的一個東西 他印證的一個東西 這個磚 他這個你看他的城牆 城牆大概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高 他是建立在一塊那個平台上面 那塊平台是整半一半 一半用人工電機電起來 一半是著山著出來 他是在山上 那這個波斯波利斯的這個城牆 很可怕的是 他只是泥土而已 我們要泥坯泥坯土去做 沿土去做起來 怎麼不會倒呢 依然是大地震的一個地方 耗花地 不倒 後來才去理解 用科學證據去看 他裡面這個沿土 他是利用太陽的輻射曬 曬了以後 這個沿土碰到太陽光的這種輻射 他會產生一種硬化 會產生比我們現在做的磚 還要硬1.5倍 密度還要高差不多3倍 所以他們知道 懂得什麼叫太陽輻射光 跟沿土的一種關係 另外有一個特別講 剛才講說他們拜夜神 我們講烏爾塔廟 烏爾塔廟也是烏爾古城 也是那個拜夜神 所以他們有很多月亮太陽 有很多關係 一個很科學的印證 就要特別講這種東西 我們知道埃及 埃及文明有所謂的地下水 尼羅河 因為他們尼羅河 水道系統 對 水道系統 他們會蓋這種所謂水道系統 你看這個階梯下來 到尼羅河旁邊 那這邊有很多這種科表 科度 那個尼羅河的水 開始漲起來的時候 漲的時候 他會看漲到哪一個科度 表示今年的水好不好 多不多 多的話 我就稅金加重一點 少的話 稅金收少一點 很科學 對 那這種東西其實也是哪裡 就來自於兩河文明這邊 更早是在這個地方傳過來的 更早 而且更可怕的是 兩河文明的這種東西 我今天特別給各位看這一張 這一張其實這邊 因為這是網路的圖 不是很清楚 這邊就非常清楚 好大 很霸道很漂亮的一個 你看這個 對 這個是什麼 這兩河流於當時創建的 幾千年前創建的一個古井 對 這是一個古井 你可以看 它中間有一根柱子有沒有 對 這個柱子上面是八角形 有刻度 這刻度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刻度就看 對 所以 又安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的那個水位 漲到哪裡的時候 他們就淤積這個刻度 今年的水多 農業灌溉沒有問題 所以社長我打一個岔 現在我們要看到這個金碧輝煌 我們以為這是一般的宮殿 沒有這個是地宮 這是古井 古井 它從底下往上看 你看這邊旁邊 這邊一塊一塊有沒有 這個是階梯 從階梯下來 看到最上面這邊 天窮這邊有沒有 這個岩形 岩形這樣 它做得非常漂亮 是 做得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這個天窮這邊 在旁邊把它放大了 對 有沒有 這個 對 這一個 好精美喔 它明明是井居然要做到這麼漂亮 而且你注意到它天窮旁邊 白白的一塊一塊有沒有 是 白白的一塊一塊 它是採光用的 它其實是一口井 他們講說是有水井宮殿 蘇美文明以前做到 所以它把這種東西做得非常精緻 OK 我不是講精緻而已 文明的精緻是證明說這個 這個文明高度很高 最可怕的是 當時蘇美文明當時做這個 所謂地下水井的時候 在伊朗 在伊朗三千多年前 亞蘇帝國的時代 他們找了這種水井 新疆也有 後來也傳到新疆 叫坎俄井 傳到埃及也是一樣 叫坎俄井 新疆的坎俄井 不是在沙漠底下嗎 是一個很偉大的工程 五千多公里 你知道在伊朗發現的這個 這個里程數有多少 三十八萬四千四百公里 哇 它要餵養這麼大的一塊土地的 多少人民啊 對 三十八萬四千四 就跟宇宙科學有一個連結 這個數是什麼意思 就是地球到 到月亮的一個距離 三十八萬四千四 它不只是多跟大而已 對 它是地球跟月亮之間 夜亮的距離 所以剛才講 通常拜夜神 你可以講三二是一種宗教 但其實它跟這個科學也是有連結 連結最深的是來自天然星 剛才開始就講 它是尼比魯星球來了 有沒有證據 有 有 在兩河流域蘇美文明這邊 你知道它早期有兩度 曾經出現兩個大帝國 一個亞蘇嘛 對 那後來阿拉伯帝國政府這邊 那阿拉伯帝國跟亞蘇帝國 波斯帝國 曾經都一直往西非這邊跟歐洲那邊 那邊打過去 所以他們文明就播到西非這邊 那西非這邊我們可以看一個國家 留下來呢 埃及我們很清楚 埃及那個金字塔 我們以前講過 金字塔那個防禍牧師 藍邊那個通道 他彼此的對應上去 那個通道那個口 對應的就是天然星 那埃及用這個 埃及其實就 來自於蘇美剛才講了 因為他們尼比魯星球過來了 那他們打到非洲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傳到埃及 所以埃及接收了 西非有一個國家接收的更明顯的是 馬力共和國 馬力共和國我們看 這邊有一種族人叫多共族 多共族以前在講的時候說 多共族有一個很奇怪的文明 他們在跳舞蹈的時候紀念他們的先祖 先人 他們頭上會有這種像這種天線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要做這樣 這是大家頭頂上很高的 頭頂上對好像天線要接收什麼東西 其實在多共族 多共族沒有文字 沒有文字 而且你看他住的地方 我特別掉出來 住的地方就是一個很原始的一個地方 這樣的一種部主啊 不可能擁有什麼宇宙之士 天文之士 那問題是 他們這邊留下的口偶相傳 他們說他們也是來自天狼星的後代 他們也來自天狼星 對其實就是蘇美文明這樣 原脈相傳過來 那他們來自天狼星的後代 他們曾經講說 在天狼星旁邊有一顆星 叫天狼半星 我們現在講的天狼半星 天狼半星現在天文望遠鏡以後才 花筆以後才找到啦 他們有一顆星天狼半星 天狼半星旁邊 這顆星 這顆星你看這麼小 天狼星這麼大 天狼星的光量比天狼半星大得多 大對大幾萬倍啊 所以天狼半星不容易因為被光線被吃掉了嘛 所以你看地球上你看看不到 借助望遠鏡找到有點困難 那這個天狼半星他們很早就提出 他們提出一個證據 說這個天狼半星繞著這個天狼星走 每五十年為一個走幾 五十年會走一招 現在科學證明 沒有錯 差不多零點零幾 這個是天狼星 這個是天狼半星走的走幾 那馬力仁的祖先哪來的天文之事呢 對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剛才講說 是不是有天狼星剛才講 尼比魯星球的文明 來到地球做精英工程 教導他們做這種 因為那是他們的家 對 所以你知道天狼半星 第一個它提出五十週年 唯一個週期 第二個 他說這個天狼半星 它很小 跟這個天狼星比起來 它那麼小 很小 但是它很重 很重 而且它密度很高 那現在科學證明天狼星的一杯土 一杯我們把那個天狼星的一杯土 裝在那個一個水杯上面 它重達四噸 密度極高 密度很高 而且很重 現在證明了天狼半星 確實也是這樣子 他說他是白色的 你看看 他就是白矮星 白色 所以以多貢人 這樣一個岩石的部族 住在這種 魯毛魚血的地方 他居然留下天狼星的知識 有一種特別的講法 就是說 多貢人的歷史上 他們祖先有在描述 說當時有一個蘇美人 有這種蘇美人打過來的時候 他們為了逃難 所以跑到很多的這種 這種山洞 這種山洞在岩石底下 用這種 藻洞 對 藻洞 用這種泥土去起來 藻洞在那邊住 他們把以前 所有的一些高度的文明燒掉了 所以變成現在這樣子 那以前其實在馬力共和國這邊 他們的意思 就是說 他曾經留下一個高度文明 所以會有這樣高度的一個知識 那跟蘇美人其實也有關係 蘇美人打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本來就有高度文明 或者蘇美人傳過來 有兩種線索可行 那無論如何 就剛才講的 從那種水利工程跟月亮 三十八萬四千四的那種里程數 既然一樣 包括這個天狼星的證明 表示蘇美文明 他以前最早的時候 是不是來自所謂的地外文明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邀請您一起加入五期報新聞會員 跟俊夏一起挖跟獎